本所於二十五日接獲民眾報案 稱於中興路魔法郎遭顧客詐欺 今天要解回高姓女子與另一名友人 於二十三日自該店消費 燙法後表示沒有帶錢包 謊稱反家後再會轉帳給店家 不料高嫻後續借步無法轉帳 且訊息不讀不回 店家共存失新台幣一萬四千零五十元 故小女子本所提告詐欺 全案應規定受理開立報案證明 目前已掌握高嫻的身份 後續積極查詐到案